豌豆迫击炮和阿开木木发射的子弹 都可以在僵尸身上弹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们俩到底有何不同 谁又更厉害呢 豌豆迫击炮 紫卡植物 阳光消耗250点 阿开木木 蓝卡植物 阳光消耗175点 比豌豆迫击炮便宜了75点 一接豌豆迫击炮 当僵尸出现在豌豆迫击炮的攻击范围内时 会同时发射5颗豌豆炮弹攻击僵尸 对僵尸造成伤害 同时会对小范围僵尸造成25%建设伤害 一接阿开木木 当有僵尸出现在阿开木木右侧时 阿开木木会发射树果攻击僵尸 发射的树果会在僵尸头上弹射 树果最多可以弹射4个僵尸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他们分别对战两个海盗僵尸 看他们谁更厉害 本场阿开木木获胜 二接豌豆迫击炮 有50%概率发射150点伤害的弹力豌豆 命中僵尸后有弹射效果 最多弹射两个僵尸 每次弹射后豌豆的伤害会减弱 二接阿开木木 树果最多可以弹射5个僵尸 但是每次弹射命中一个僵尸 树果的伤害值减少15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他们分别对战两个闪动僵尸 看他们谁更厉害 本场豌豆迫击炮获胜 三接豌豆迫击炮 弹力豌豆的触发概率提升至100% 并且伤害提升至200点 三接阿开木木 树果最多可以弹射6个僵尸 但是每次弹射命中一个僵尸 树果的伤害值减少20点 这架子绵射死 棒都可以奉开 他人的指 ne是 最大胆尸 跟这个耳朵骨 装飞射4个筋胃 交流骨 然后攻击 在 disposal 沙大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分别对战两个弹壳小鬼僵尸 看它们谁更厉害 本场豌豆排击炮获胜 四阶豌豆排击炮 种植使有低概率直接释放能量豆大招 向最近的僵尸发射五颗大豌豆 总共发射三次 四阶阿开木木 种植使有高概率直接释放能量豆大招 向第一个目标弹射一颗巨型导弹种子 对第一个目标造成600伤害 并每次递减50点伤害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分别对战三个龙骨僵尸 看它们谁更厉害 像开雪持有击漫 okay 小鹿雞稪 highly 这是 是 超級 本场豌豆迫击炮获胜 豌豆迫击炮装扮效果 每一波子弹有50%概率变成蓝火子弹 和50%概率变成黄色子弹 阿开木木装扮效果 大招发射的子弹 有概率变为爆炸子弹或者是冰冻子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